你只要你一个属于你的地方 朱立静三日惊传乳癌病逝 享年四十岁 突如其来的二号震撼演艺界 回顾朱立静的一生 朱立静四岁就接受古典医院训练 从小怀抱音乐梦想的她 2009年参加选秀节目 超级偶像第三季 夺下总怪军后出道 成为2010年最瞩目的前例女歌手 但她并没有马上发片 苦等四年后加盟老鹰唱片 并在2013年出道推出首张专辑 《存在的力量》 当时朱立静开心大喊 终于不用再唱别人的歌 朱大哥《存在的力量》 也成为朱立静代表作之一 高康的歌声原如炙热阳光 带给人无限的正向能量 及疗愈的温暖 我为你一生好梦 快乐得那么轻松 剧情都有你跳舞 永远有我的笑容 你想想 党音具备十足穿透力的朱立静 唱了不少快智人口的精敏歌曲 更成为偶像剧的片头片尾曲 每一首顶语率都很惊人 其中三列偶像剧 《真爱黑白配插曲》 还是与同门师兄毕书静一起合唱的 《我会在你身边》 我会在你身边 灌溉你那座花园 先放得更美 再理我都无所谓 我会在你身边 归下出镜所有MV中最高频率 运用超过2069万的观看次数 一千万次的泪水 至今已有超过2041万点月数 朱立静凭借实力 获得2013年第九届 KKBASS数位音乐风云榜 年度最佳新人 第十届 HITTO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 最受欢迎新人 苏立静2014年发行第二张专辑 快乐美人鱼 专辑里收入多首3D偶像剧 再说一次我愿意插曲 下一次拥抱你会不会逃 我的味道有没有忘掉 我的手心里还留着你给的记号 就抛出我的预料 我早离开你的跑道 爱早已不跑 还是你习惯性骄傲 留着我习惯依靠 放弃了思考 我这时候就这样放过 现在的我一定很轻松 其中我的小生活 是朱立静在该专辑中 唯一个人词曲创作 2015年与陈世安合唱偶像剧 爱上歌们插曲安静 有些事不需要出生 有些爱要只根捕手 你再统统在冰冷 我用气温 灿烂成冰凡 2021年初 朱立静时隔6年发行新专辑 《来日方长》 她在记者会上坦言 在2020年被医生诊断出乳癌 之前去身体检查 然后有一点状况 就是离癌 女性很常会出现的乳癌 因为这段时间 你不要叫我加油 我不哭 太辛苦了 朱立静曾经表示 话道初期痛到爬不起来 感慨表示 为何离癌的是自己 朱立静需要依靠医生给的药物支持 一步步调整 也因为状态恢复不少 才有机会能再次发片 谈到录音过程 更让她忍不住泪崩 我都很疯 这是假的 就一直哭 大概是这样的 专辑名称特别取名 《来日方长》 这四个字是她对自己的期待 希望自己能在时间有限下 不要限制自己的心态 过得很惊慌 同时 朱立静也宣布 情断12年男友 她透露在离癌之前 因一张照片发现对方偷吃 痛心提出分手 朱立静一度陷入低潮 还曾表示对爱情感到失望 有阵子会觉得 人要走也是一个人 那时想说干脆带法修行 好像没有讨厌 有没有到多爱 但是我还蛮喜欢 现在的状态 就是永远回头看 都会觉得 好像比之前又 多了解了一些事情 多学会了一些 然后跟自己 最真实的自己的那个 中心 越来越泡劲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好像每一天都 更喜欢自己 2021年4月 朱立静登上三列节目 《综艺大热门》 重现完美高音 让现场听得如痴如醉 还是一千万次的泪水 太多美好分别成泪水 我的泪 是否能夺去体会 没想到却成为她 最后一次上节目唱歌的画面 有另外一半 适当的陪伴你吗 我有好多 我另外一半 很大一半 很多一半 后面好多 很多朋友 很多很多 就看不见的 喂 喂 喂 不止如此 朱立静当月还曾po出自拍影片 分封晚起当时流行的 九天玄米梗 她则是边上身 边跟镜头挥手道别 如今不少网友 在看这支影片 都痛心表示 这部影片 是在提前跟我们说再见吗 不管今天是唱的是 新歌还是旧歌 快歌还是慢歌 都希望带给你很好的回忆 因为今天我们终于在这里一起碰面了 我超期待的 同年十月 朱立静登上台南音乐节 久违见到粉丝的她 难掩激动的心情大喊 希望带给大家好的回忆 这却是朱立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去年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时 朱立静专辑来日方长 无为角逐任何奖项 一向乐观开朗的她 罕见在脸书po出负面情绪的文章 感慨地发魂表示 失落是真的有一点 但其实也就是这样了 她偷偷看到因注射而肿胀的手 突然恍然大悟 是不是该退休的时候呢 未入围金曲也成了她心中的遗憾 如今朱立静看来两年 人不敌并魔 7月3日传出警示 家属心痛发声明 正名噩耗 总是开怀大笑 用音乐带给大家 满满正能量的朱立静 已经在7月3日 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令人感到不胜唏嘘 而朱立静出道13年 从未有负贫 累积的好人员 也让综艺界纷纷涌入哀悼 没有病痛了 谢谢你成为我们存在的力量 希望你到了天堂 能开心地继续唱下去 还在一个所愿意的地盘 都愿意不顾不顾向一切的代价 就是你是恨好 为你存在的力量 你存在的力量